往下壓 好像購物台 哈囉大家好我是汪胖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小米最近在台灣推出的 米家的一個調理機 那這個也是目前還沒有正式上市 那我也是等於說搶先拿到這個東西 帶大家來進行第一手的一個簡單的開箱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些材料 到時候實際用這台調理機來打果汁 給大家看一下它實際打起來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基本上很簡單的一個小米的純白的一個風格 那側面有寫它的一個規格 可以看到它的 額定功率是350W 那它的電壓也已經根據台灣的市場 已經調整成110V 所以當然插頭的部分也已經是台灣的一個規格 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看 打開第一層 就可以看到兩個 一個是它的主機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它的杯子的部分 把它拿出來 那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米家調理機 它裡面所有的一個配件 包括一個主機 然後剛剛講過插頭已經是台灣規格的 然後它的一個杯子的部分 杯體的部分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個隨行杯的一個杯蓋 也附在這邊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明書 東西非常簡單 那我現在把它裝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底部 跟一般的有一些調理機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採用下壓式的設計 所以你把你的這個杯子放下去的時候 它並不用說放上去然後這樣去給它鎖住 就是放下去對準它的凹槽 基本上就是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你在啟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外型其實是非常的簡潔 整台機器沒有任何的按鍵 所以說當你在使用的時候 等一下就可以實際來看看 就是你是把杯子放上去 然後直接往下壓 它會有一個類似按鍵的感覺 按下去的時候 它如果通電它就會自己啟動 就等於是 你下壓的時候 它就開始去攪這個果汁 所以它就可以省去這個鎖上的一個動作 那也會比較安全一點 畢竟它有在通電的狀況下 就是你手有把它壓住的一個狀況 就比較不會說沒有扣好或是幹嘛的 所以它無形之中 它其實安全性會比較提升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際用這個米加調理器 來實際來打果汁看看 我們這次準備的一些材料 我們要打三種果汁 其實第一種是木瓜牛奶 然後另外呢 我們也會打香蕉牛奶 另外呢 會有一個比較更有挑戰的 就是多多綠冰沙 主要是冰塊這種比較硬的東西 我們要來看這台機器 它能不能順利的把它打成一個冰沙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試試看 第一步我們先來打木瓜牛奶 先把這個底座拿開 它這一次呢 這一台是六刀片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總共是 三個不鏽鋼的刀組 然後總共有六個這個刀刃出來 比起一般的可能是四刀片的 它可能就是 整個切碎的能力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先把木瓜把放進去 那基本上我這邊也都不會加水 我會直接加牛奶 然後可能會稍微濃一點 那這邊 展示一下它的打汁的能力 杯子容量差不多是500ml 然後直接加鮮奶 它有一個上水位的線在這邊 就不要超過這條線就對了 太濃 反正就差不多啦 隨意 然後這邊 這邊要鎖緊 不然爆掉 然後剛剛講過 它這個跟一般的 它是下壓式的設計 所以你一般可能我今天 可能是按鍵式的 那我可能裝上去之後 要這樣鎖一下 那它因為這個下壓式的設計 它就不用鎖了 它就是對照這個縫 然後給它放下去之後 你就這樣往下壓 壓 往下壓 應該差不多吧 這樣就已經 很OK了 我們把它倒出來看看 其實 很OK的感覺 不要太喜愛 倒出來 喝喝看 其實真的不要加水 這樣剛剛好 就是非常天然的一個感覺 就是你不加糖不加水 你在家裡的話 就直接這樣子很輕鬆 很輕鬆就完成一杯很純天然的果汁 接下來我們來打香蕉牛奶 一樣 一根香蕉 就直接給它這樣撥下去 其實自己打果汁的好處就是 你自己打什麼東西 你自己很清楚 到底有沒有添加啊 什麼的 都很清楚 一整根香蕉這樣給它放下去 然後 倒牛奶 這次我覺得不要倒那麼多好了 倒一半就好了 好 差不多這樣 然後一樣把它鎖起來 這邊真的要鎖緊 一樣對齊這個縫 然後把它壓下去 好 短短幾秒鐘 又完成一杯飲料 我們把它倒出來 這樣剛好 這一杯 來喝喝看 其實我覺得香蕉的話 其實可以加一點果糖 因為老實說 香蕉的甜味是比較淡一點的 然後 你再加上鮮奶之後 它其實 現在這樣其實我也覺得蠻香的 它的香蕉味其實很濃 但是如果說你喜歡 比較 甜一點味道再強烈一點的話 可能就要加點加點果糖 那像剛剛木瓜牛奶的話 其實只要它的木瓜 你選的 算是甜度夠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加糖也已經非常好喝 第三樣我們要來做一個挑戰性比較高的 我們要來打多多綠冰沙 雖然現在比較冷 但我們還是 我想起來比較挑戰性比較高的 就是我們來打這個冰塊 多多綠冰沙我準備了多多的部分 先給它倒一下 這個部分就沒有去額外給它加糖了 所以我這邊純石塔也是買那個無糖的 畢竟多多本身就已經 滿甜了 真的不要再吃那麼甜 然後 好像加太多了 這樣子打得出冰沙嗎 加太多了 我們 我們那個 鬆點出來 好像感覺應該是先加冰塊比較好 先加冰塊比較好 先加冰塊比較好 對對對 先好冰塊先加一下 應該冰塊要加到快 快到那個線吧 也沒有吧 會三變適合 因為它打還是會滑 它打的過程還是會滑 它打的過程還是會滑 因為冰塊加太多會很吸啊 可以可以 這樣應該差不多吧 嗯 好好好這樣喔 緊張的一刻來了 它到底打不打得動冰塊 一樣喔 而且這麼多 好 給它下喔 應該是等那個顆粒沒有聲音吧 底下這邊有沒有 看到感覺已經 有這麼一點感覺了 應該是可以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這樣就已經是完全是冰沙的感覺了 有沒有 所以自己在家不管是要打果汁打冰沙 欸好像購物台齁 但是 自己在家其實這樣子很快自己就做 而且 果汁的部分完全 你看剛剛沒有添加物 我連水都沒加 我連水都沒加 就只有 牛奶跟 水果 就這樣很輕鬆就自己做了 好木瓜牛奶 香蕉牛奶 香蕉牛奶 還有我們的那個 多多綠冰沙 就很方便 那另外這邊補充講一個就是剛剛講到這個 蓋子的部分 假設你今天打好了這些果汁 那你要帶出去怎麼辦 你就拿起來 把剛剛那個刀頭拿下來之後 直接換這個 隨行杯的蓋子 蓋上去之後 你這樣其實你這杯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它就是一個500ml的隨行杯 然後這邊還有附一個這個 橡膠的提把 所以你就很好帶 放在背包或者是手提 其實都很方便 就跟所有的小米的產品一樣 我覺得這台它的一個主要的 一個價值在於說 它只要賣890塊錢 所以等於說你900塊錢 有找的一個價格 你就可以把這個產品等於說帶回家 我覺得是一個蠻實用又便宜的小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放一個在家裡面 加上外型又漂亮 那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是劉胖胖 想要喜歡的話 那就按讚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 掰 要去看 就得到哪一天 可用的 有幫助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